1947年成立 至今拥有77年历史的二阶长邑合计杂货铺 已传承至第三代 但因人手问题决定在农历新年后关闭 自家酿造的手工酱油和豆酱也将停产 只保留制作甜酱 已故第二代接班人方国柱的妻子黄月毅受访时说 制作酱油和酱料的头手黄汉灯年事已高 将在新年后退休 而由于手工酿造酱油和酱料的工序繁重耗时 没有年轻人愿意做 等到投手退休后 只有儿子也就是第三代方靖雄 男女艺人建雇酱原和店铺 而他自己年龄也大了 唯有决定关闭这间养活了三代人的杂货店 只保留制作甜酱 预计将在三月关店和停产酱油和豆酱 配合1月25号的大宝森节 交通部长陆赵福今天宣布 乘客在1月24号和25号一连两天 可以免费搭乘八升谷地区的电动火车 陆赵福今天到访黑风洞并召开记者会 陆赵福宣布了五项在大宝森节期间的交通举措 乘客在1月24号和25号可以免费搭乘八升谷地区的电动火车服务 28个电动火车站将从1月23号至26号提供24小时全天候服务 增加北马前往吉隆坡的双轨电动火车ETS班次 在吉隆坡和槟城地区提供免费搭乘八市服务 以及改善电动火车站前往黑风洞的步道 NASTE